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请三兵以便把布局的方向引入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 应该说是陈信林比较擅长走三兵的变化 看他以往比赛 赵冠芳应该说实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他本身是来自云南的选手 这一次跟王琳娜两个人双双都商界给了开栏股分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煤矿开栏队 那么开栏队多年以来也是一直征战 包括男子相甲还有女子相甲 应该说这个企业对象棋文化应该是非常重视的 也出现了一些高手 比如说原来这个河北唐山的这个孙树成老师 也是老的老一代的这个棋手 水平也非常不错 还有现在的这个主教练 还有这个景学艺大师 所以说呢这个开栏队呢 应该说对这个象棋呢 还是非常的执着的 比较喜爱的 今年开栏组成这个女队啊 应该是志在夺冠 他们这个有王林娜特大 还有赵冠芳特大 连联合抢手 对应该说两个人的组合呢 还是不错的 经过第一阶段的比赛呢 目前他们也稍稍领先了一点 暂居这个榜首 接下来呢 这个赵冠芳呢 就采用了三不虎 这个棋呢 黑芳除了走泡花瓶酒以外呢 比较常见的呢 还有足三之一 这儿就有可能红芳走居平二 再马上进三 再跳马 形成这个比较正常的 中泡进三兵的系列 这个地方黑芳呢 既然选择泡花瓶酒呢 他肯定是不愿意与红芳 较量这个三兵的这个开局 这儿呢 就是进入了这个三不虎的体系 红芳接下来走马八进七 这个地方呢 红芳一般含蓄的还是先跳马 对 除此以外呢 也有人为了 抢起这个两头蛇呢 就是先走兵席 这样就是不是多了足三进一送兵的变化 这个棋如果黑芳 当然走泡水平五也可以 如果你走向三进五呢 红芳顺利跳马 这是老谱 红芳呢 在初子的 步调上 格局上呢 就是感觉呢 还是比较舒展 因此这个地方呢 黑芳呢 可以针对红芳的这个 两头蛇呢 采用这个 气兵争先的这种走法 红芳 这样加快速度 对 黑芳再聚八进四 聚八进四 红芳这个兵呢 必然要向下冲一步 黑芳再聚八平三 这儿 又吃兵 又吃象 那么红芳呢 最近下的这个 走法一般还是保留这个象 飞边象 被红芳的兵吃掉 将来红芳在 这个马呢 在形成拐角马 这是另外一个体系 总的来说呢 黑芳通过这个 骑兵的战术呢 争得了这些先手 应该说还是布局呢 还是可以 可以满意 这招棋呢 就是兵器精英呢 最近呢 出现又比较少了 因为感觉黑芳 这个反击的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作为红芳来讲呢 还是愿意呢 稳扎稳打 按部就班 来看黑芳的态度 走到这儿呢 就是黑芳 面临这个布局定型 黑芳主要呢 有两种走法 如果你走马上进三 当然这个是比较 差的选择 那么红芳兵器 你在长循环区 想对兵的时候呢 红芳有一个 居于平下 对居的线索 这个就变成 布局移行攻击了 这样黑芳的双马不活 对 黑芳呢 就是等于失先 对 就是说被红芳的 牵着鼻子走 所以这个地方 不能轻易跳马 当然黑芳可以走足三级 这儿在局部上呢 与红芳这个三路兵呢 形成一个对称 对 就是你走一个马前兵 我也走一个马前足 这儿呢 红芳呢 就有多种选择了 一路走这个居酒精一的呀 一路走炮八瓶酒 一路走炮八瓶四的 形成五八炮 常见的攻法 那么这一路变化呢 赵冠芳呢 也没选择 他是选择了 炮二瓶五 对 赵冠芳特大应该是属于 喜好攻杀型的一个棋手 对 所以缓中炮 应该是在这个 应该说是 陈特大的这个预料之中 赵冠芳的棋艺风格呢 就说的 他中后局呢 比较有力量 对 这个长鱼这个攻杀 而且功夫非常不错 他就选择了这个 三步吼之后 后骨裂跑 接下来呢 红芳走了一个 比较少见的攻杀 马三斤四 这个棋呢 一般红芳还是多走 鞠九瓶八最多 然后黑芳也正常跳马 对 然后红芳呢 这个时候再鼓 两头舌 这个呢 就是 从七八十年代呢 到现在都是比较 常见的布局 这个棋的特点呢 就是说 黑芳呢 两个马收制 但是两个G的速度会快一些 黑芳可以接着走G1 G1行 红芳有G1 还有泡花瓶酒的选择 这个棋就是说的 双方呢 这个在中路上呢 形成激烈的这个队类 也是一个比拼速度的一个开局 嗯 阵地战吧 当然这个速度 这也很关键 嗯 那么走到这的时候呢 红芳呢 就是别出心裁 直接马三斤四 比较飘逸的这个招法 走马三斤四 这个陈性林呢 应该说是一个 这个敏而好学的这个女子选手 对 他对很多男子的这个对局啊 还有一些新式的招法呀 都比较了解 所以说你看他的对局呢 经常呢 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心意 非常的刻苦用功啊 也是这个2015年的 全国个人赛的女子冠军啊 嗯 那个陈性林呢 正好前些日子呢 来到北京呢 在中国向勤协会呢 进行这个实习 然后正好呢 也有空了 跟我一起呢 来中央电视台呢 为大家呢 讲解了几则这个对局 大家通过前几期的这个收看呢 可能对他呢 有一些了解了 应该说陈性林的起风呢 还是比较啊 灵活激动 对 而且这个比较轻盈 对各种开局呢 都比较熟悉 所以他走出这种棋呢 对于赵冠芳呢 压力就比较大 赵冠芳呢 特长呢 是后半局的力量比较大 但是前半局 应该说在布局方面呢 还需要呢 进一步呢 加强一些 那么现在呢 他走了马二进三 因为这个棋 黑方跳双重马呢 也是势在必行的 也有棋手原来走过什么 G1进一啊 还有G2 但感觉呢 这个马二进三呢 总是要跳上了 对 另外呢 就是说 你现在敢不敢跳马 最主要的呢 是要看红方 这个马四进六 进攻你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 比较好的应对的办法 对 那好 那红方呢 就继续马四进六 按照他的计划呢 来这个进马 登马 去争夺 先手 既然黑方 敢跳马了 他就一定呢 有他的对策 对 黑方这个实战 走得也非常好 直接就怕我退一 退了一步 这招棋呢 也是当前局面下呢 非常好的一个应手 因为红方啊 等于是 织马前进啊 如果 拿这个快速 抢弓的角度来看呢 他是比较积极的 对 但是一旦呢 这个马呢 运不好啊 也容易导致成啊 孤军深入 对 被对方呢 这个追逐 就后边这个子力 还没有跟上来 对 那黑方这个炮武退一呢 应该说就走得比较啊 这个 想得比较周全 他不担心 红方这个有个炮八进武 炮八进武啊 这是第一杆的走法 对 红方呢 可以抢先 甚至有得子的可能 但这里呢 就是黑方呢 也等于给 给红方呢 设计了一个反击的方案 就是黑方他利用弃子抢弓 他走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他就把这马弃给你 那你现在只能马到近期了 对 这个肯定要吃掉 黑方炮九平三打过来 红方在炮八平三打马 因为你炮到这来不打马 也没有积极作用 对 那黑方现在升居一桌 是一个先手 那还得炮三进一 因为你打中足 他随时有炮三平五 也没有用啊 对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呢 走足三进一来进行反攻 这样呢 我们大家看到 红方两个军呢 都没有出来 对 并且这个七路线的 这个马呢 受攻 你若不理 对方足三进一冲 以马再逃 对方将来还可以打中兵 这个棋等于 黑方呢 有一个弃子夺势 黑方的磁力速度很快 对 作为红方来讲呢 先手呢 很难把握 因为说黑方 也是争得了 基本上军事的这个局面 红方搞不好 还要再反气回去 把这兵吃掉 对 让你打掉 这样呢 双方形成双军双炮 对双军双炮 应该说旗鼓相当 所以这招旗呢 炮八进五呢 是一个表面看起来 很厉害的招法 但实际上呢 黑方呢 并不是很畏惧 这是很直观的 第一感的看法 但是未必是一个 很理想的走法 对 因为黑方有这种 弃子的强手 那时代当中 红方居酒平霸 安兵不动 先把这个居亮出来 加强这个火力 居酒平霸 他实际上好像 事先居进一掌了一步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区别 张老师 也差不多 其实都差不多 总之 总之呢 黑方租三井一拱 红方这个马呢 肯定是不能换马 换了马 这个失先太多 这个马走来走去 这个失先了 红方就马了进四 对黑方的这个 其实红方也很担心 这个马跳得太深了 会不会有危险 危险呢 应该说 倒不是很容易 这个发生 最主要就是说 这个马到底能达到 多高的效率 对 这个地方呢 时代当中呢 赵方方走的是 炮五瓶六 对 瓶了一个炮 他也不愿意 被红方这个轻易的 换子 其实呢 这个气息也关系不大 黑方如果要更扎实一点的话呢 应该考虑走 狙八进一 狙八进一 对 这中炮呢 对红方的中路呢 还是有牵制 就下步马三进四 就可以化解掉 这个马的威胁了 是应该说 走狙八进一呢 是更加符合 当前的这种 扎实防御的这种精神 对 他实战这个炮五瓶六 就是张老师 你看这骑是不是 招法太重复了 对 炮二瓶五 炮五退一 又炮五瓶六 对 等于在布局阶段呢 一个棋子呢 移动的有点多了 对 因为布局才走了 七八步棋 你走了三部炮 对 而这个炮呢 来回来去走呢 就容易呢 降低自己的行驶的效率 是 那么接下来 红方走狙 狙九平八 九平八 他把这个左狙呢 再亮出来 对 准备将来呢 再来这个进行助攻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方又走了一个 炮六起一 因为他老担心啊 这个窝草马 我想他是不是担心 红方强行以后 马四进三跳进来 像你捉 你要拒八进一捉 他有什么炮八进六的 这么一个手段 那有可能 他从这个心理来讲 对 所以说你看这个炮啊 对 炮五退一 又炮五倍 又炮了进一 等于在这个 啊 几个点上呢 转了这一圈 又回到市场 可能开局这个 这个用一个子的部署太多了 对 他呢 可能是希望将来呢 啊 对这马进行一些的围攻啊 对 那么接下来 红方就主动把这马呢 回撤 因为你的炮 走的部署多了 我的马就可以再运转了 对 就是张老师 我发现这个骑是 红方的这个马 用的部署也多 黑方这个炮用的部署也多 对 就是让我们这个 学骑的时候 我们这个布局 应该是怎么把握 就感觉 这盘棋是不是有点特殊呢 跟一般的棋不太一样 对 因为毕竟红方呢 等于是拍马向前了 黑方要进行必要的防御 对 那么走到目前这个形式上来看呢 红方依然还是有主动权 啊 因为毕竟黑方这个炮啊 走的部署 还是嫌太重复了 就是纯属于在防守 那好 现在的局面呢 就进入了这个激烈的 这个中局的这个战斗啊 布局的序幕呢 依然拉开了 对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 稍事休息呢 我们待会儿再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回来 为您讲解 这盘呢 精彩的对局 进入中局以后呢 走到这呢 当我看这个对局的时候 我第一眼 我感觉黑方走上飞一个像 啊 那居一平三 能出来 就是走向三进五 对 向三进五 这样呢 就是说黑方的阵型呢 还比较规整 比如说你走 居一平六啊 那么黑方可以考虑在走过 十六进五 再加强一下这个防御 红方 比如说马五进六 登进去 黑方呢 就可以居一 来守住 你比如说走炮八进六 那黑方可以通过这个对炮 来保住这个 看住这个卧槽的这个地方 主要黑方这个阵型 还是挺稳固的 将来可以居八平四进行防御啊 有对足的这些机会 就是红马是很厉害 但是对黑方 比较结实阵型呢 暂时呢 也不会有什么大旗啊 他将来可能要收入巡航局 考虑怎么这个碰兵 双方呢 这个将侵入呢 比较漫长的这种战斗 那实战当中呢 当红方退马的时候呢 黑方呢 就选择了一个炮六平五 这招旗呢 应该说是 赵王方的一个盲点啊 对 他又把炮回来了 这个炮绕了一大圈 又回到中路了 这个太不可取了 他还是希望有一个中炮 就是有一定攻势 结果被红方 麻布进去一登 又是一个先手 对 这儿黑方就 应该说物质上有损失 而且部署上也亏了 对 你看黑方才走了 一二三四五六 他才走六七 黑方走了六部有效招法 那么红方肯定要多 一二三四五 不算这个马就走了五部了 这个马至少也得有 三四部的效率 当然说这个马也 你也不能说一二三四 最起码有三部起码 总之还是黑方这个阵型 还是有一定问题 对 盘面上呢 等于红方先手呢 有所扩大 然后红方走炮八次 八次四 黑方先走了和向谭尼 对 他想把这个右拘呢 将来赶快亮出来 然后红方呢 炮五平三 对 走立炮五平三 准备来攻击黑方的七路线 这个地方呢 其实 既然你飞了边向 就应该居屏死出来 对 将来呢 有这么一个巡航区 来进行防御 那事实当中呢 这个张悟方可能觉得 这个七路线压力大 他又急于呢 从中路进行反击 直接就冲冲兵了 对 但实际上呢 那红方这个双马的位置啊 对中路有一个掩护 你是攻不动的 这个七路这个马 好像就是有些问题 但是又 又捉不着他 对 但是还挺好的这个位置 对 然后接下来红方 是冰三进一 冰三进一 黑方 我觉得他是不是最早设计 马七进 我想这么对出来啊 但是对出来 这个三兵冲下来 对 三兵冲下来 最主要 他这个巨啊 他将来出不来 这个 这个闷弓又有威胁 这个七路底线 这个闷弓的毛病呢 都露出来了 就是还是 按照张老师 您之前说的 应该不是像啊 他这个 还用中炮以后 这两个相位 有点太散了 太分散了 那么时代当中 黑方呢 看到这个马七进 也不满意 他不能将来 顾及这军弓二 这个闷弓 对 他去八进六 那么红方就 想先把这三路兵 都冲过去了 当然说这个旗呢 黑方也并不是说 不能下了 对 黑方呢 还有呢 抗衡的机会 因为红方 这个几个子力啊 暂时还有点 飘忽不定 只能说 他任务之上 有一些损失 那黑方呢 先这个逼让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如果黑方走 居八平七呢 倒也行 居一进一 他也要逃马 因为这个地方 他不能吃 吃呢 红方有个妙手 他有个马七进五 跳转 正好跳进来 利用这个底下 这个闷弓的威胁呢 居吃不了马 这个闷弓杀琴 你只能 一个居化二 那肯定吃亏了 对 砍炮他吃了 你的居然没出来呢 我们知道 布局阶段呢 包括中局的 起初阶段 一个居换两个子呢 是容易吃亏的 所以他没有去吃 他走马 七退九 这个地方呢 感觉呢 就说红方呢 怎么样 他就把这个兵呢 红方下起来也很强硬 中路好像也没有什么攻势 我索性就是先 谋得这个物质力量 对 因为这个马 正好成了掩护 对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黑方呢 吃点亏 但是如果要是走得 比较顽强的话呢 应该说站线还是比较长 那么黑方最好的走法呢 就应该是走 居八平七 先捉 看这个炮去哪 红方可能也得 你炮的躲 还将来 我有可能吃你一个底下 对 这儿对于红方呢 阵型呢 也有一些的威胁 如果你稳健 黑方可以走 炮九平七 来对炮 这儿你肯定要炮对了 对了 我的马脚进七 跳出来 这儿呢 我黑方子力的位置呢 还可以 就是对于 红方来讲呢 我想扩大战果呢 还有难度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黑方没有处理好 实战的话 它是子力太分散了 就是这么走 黑方呢 还是可以的 实战它是走 居于平四 红方兵器 它应该再赶快捉 还是我刚才说 那个计划 对 它又没有去捉 它这会儿呢 它就直接炮九金四 打边兵 这招是一个坏起 就是等于黑方呢 太急于从这个中路 想反攻了 边线切入以后 准备炮九平五 对 这也是在这个 烈士的情况下 这是急于反击啊 对 所以这个也挺符合 这个赵特大 这个下棋的这个风格 对 它应该有耐心的 就是居八平七 然后再炮九平七 对 先出这个居平四 也是可以的 但走到这地方呢 就是红方陈杏林呢 应该说是 它这种灵活建长的 这个棋风格 体验出来了 对 它呢 不去一味的去防御 比如不像不适 它是以弓带手 它先走马七进五 往这个中心填死 对 它这盘骑 这个马走都非常灵活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马三进五 蹬出来 我底线就有僵你了 将来有个底炮的攻势 黑方很危险 这个你甩炮以后 而且我冰子屏 我随时可以把你中马吃掉 对 那么黑方呢 不肯马三进五 只能居四进三 这个马呢 又没有好的位置 向回退呢 也太失先了 对 它居四进三的时候呢 它这儿把你这个居呢 牵入 然后它这个时候 左炮呢 又很灵活的退三步来回答 这是个巧招 对 如果你直接退 对方有这个卡居的 这个手段 那走一个过门 对 你再卡居呢 我马五进去 就白灯你的马了 所以这个地方 经过这一转换呢 红方就确立了 这个多次优势 对 所以说这个 这盘骑 黑方的这个势力呢 主要就是这个炮就金四 当然这个布局阶段的 这个炮啊 二楼炮移动的过于频繁 也是容易导致后手 而中局呢 这个炮就一次打边兵呢 急于反击 造成了这个巨大的失误 是啊 就是还是这个 中开局这个落后了 对 没有办法 接下来黑方走局 八进一 红方走炮八平一 打掉 对 如果你吃炮的话 它可以炮一 进五打掉 对 如果你在吃马 黑方有居于平三 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局面 尽管黑方呢 就没有丢子 但是 子力不丢 局势是有危险 对 但这个残局很难收拾 因为这个底下要丢 它下午将来要沉底炮 你这个蹬了呢 它都可以 这不理你 都可以把你底下先吃了 反正你也逃不掉 关键黑方没有什么攻势啊 而且这个沉底炮呢 是一个绝对宣说 将来沉下去以后 抽马抽炮 还有这个G8进8 G8进9 这些战术的配合 这个棋就是黑方呢 应该说也很危险 没办法防守 实在当中呢 黑方看到这个地方呢 不力 他就走马抽进8 索性就上马 这来拼命一下 这儿红方 走G平三 正好呢 保住 马八进棋走不上 因为打了难攻 对 G8退一 黑方来退局 捉这个 他红方呢 就炮三进5 直接去逼队 对 他直接打到也挺好的 他实战 他是先炮一退一退了一手 还是多子想先防守一下 他退了一招 对 黑方 G8平六 对 这个时候 感觉这个炮三进5 这步很严厉 这儿的黑方呢 就说 你如果去换子 如果你登了的话 他甚至可以考虑 进居保住 对 下步 因为这个马 跳不下来 跳他打回来了 对 下步兵四平五 兵四平五 就把你这个中路 全给你吃通了 对 黑方这个丢子 挺麻烦的 他只能把兵吃回来 他实战也是这样 红方 炮三平七 黑方再拘了平五 这样呢 通过这个转换以后啊 红方等于盘面上呢 净多出一个大字 对 所以说呢 红方应该说 胜局呢 一定 红方这个 一开局 这个二路马运用的很好啊 嗯 也中路也是 现在才忙里偷闲 补了一手试 对 这个地方呢 就说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啊 就是黑方在布局上的 这个炮啊 移动太多 主要就是 最后这个炮九金四啊 这个使得红方 这个战术袭击很成功 对 当然后边的招法呢 也是比较精彩 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完啊 红方先石头金融 补了一手试 啊 那么在我们讲题的这个之间呢 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啊 这个女子项甲呢 是由中国商业协会和这个高密市人民政府啊 也就是这个著名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作家 莫言老师这个家乡啊 山东省啊 唯方市高密市 这个项甲呢 已经开到第四个了 对 今年是第四届 对 第四届了 对 应该说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给我们女子的选手呢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切磋的交流的这个平台 像甲联赛一开始呢 被排在第二位 对 所以说这个上半年也就是说今天上半年四月份呢 我们大家呢还将啊 赶温这个山东呢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 对 我想甲联赛会更加激烈 对 第四届的这个联赛的冠军啊 对 就是说每年呢赛两次啊 上半年一次下半一次 但是跨年度的 广东碧桂园队呢 应该是首届的女子联赛的冠军啊 对 今年呢 呃 第一阶段可能下的不是特别理想 不过呢 他们也是后进十足啊 应该说 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对 然后红方这时候就直接泡一瓶五 还化解黑方的攻势 战场比赛呢也是一直得到了这是高密市政府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对 应该说都在 目前这几届的都在高密市进行了比赛啊 因为当地呢也是 呃 请了这个很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参与这个活动 对 并且每年呢还有这个进行啊 什么进校园啊 对 各种活动啊 一些公寓活动 大家其乐融融吗 也是一个啊 象棋的乐土 也是很好的宣传了我们象棋的文化 对 然后接下来红方走当中炮 对 这样呢黑方在中路攻势上就受阻 应该说红方就自从多一个子以后 就是黑方也是很难这个挽回这个局面 那黑方走 最后走局四平三 还是 如果你这个时候要逃炮 对方就算这样这个旗呢还有一些反扑 对 这个地方呢 红方呢就是早就算好了 成竹于胸啊 正好有个巧招啊 他进马了登双鞠 对 因为你这个族呢啊 虽然能吃这个马啊 但是我炮五金四呢就可以把这个鞠呢打掉了 对 实际上呢也是这么下的 红方呢就是通过这个啊 登双鞠的妙手呢啊 再次呢迫使黑方呢 一个鞠换双 这儿呢就可以说基本上就锁定这个啊 剩取了他先补留着下 红方多子就尽快的简化局势 黑方是主持进一 主持进一 红方这个时候看这个有平五防守了 先强行进攻就可以了 黑方是主持平五 好红方 黑方呢最后的反扑吧 对 红方也先叫一样 弱势 然后鞠 再退回来防守 这个防御也是必要的 否则这个撞两个下 撞 黑方飞掉 然后局务平三 嗯 就是说如果打一枪 他初帅 对这个炮打出去也没什么意义啊 这儿红方逃炮 黑方吃掉 红方再初帅 必要的防御 他叫一枪 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进帅 进帅他马八进齐 还有一点危险啊 麻烦 也守不住了这个点 所以这个点红方必须得十五进六 黑方呢走 炮五平四 他就进帅 马八进七 黑方也是最后的一个反击了 准备挂脚 红方再支势 再炮四平五 最后呢 红方呢 采取了决定性的进攻 一将 他支势 这个师傅 直接打势呢 也是可以 对 因为你现在吃这个马呢 直接打势也够 他平五炮更好 他想这个让你老将出来 然后再打势 对 这儿呢 就等于红方呢 进行了这个经典的这个双区错的这个杀法 主要黑方这马七进六江也没有齐了 江他可以涮我平六啊 对 那最后几步棋 黑方上降 红方降 再上 把中式拔掉 黑方拒刺平五 还是下得很顽强呢 红方这个正好又有一个巧招 向五进三 就再次把马吃掉了 对 当你拒武平击的时候 他拒武退一一降 对 他实在是这样 这儿呢 等于红方呢 这个多子呢 就生命了 对 那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嗯 应该说这盘棋 双方对攻呢 最后一段呢 尽管黑方是少子 但双方质量呢 下得还是挺不错的 对 还是很积极的 这期 好 观众们感谢您 今天的收看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象棋直播节目 好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